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大家好 在2005年3月 我和中山大学的艾晓明老师 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 举办了一个北京加持中国行动 纪录片工作坊 你去拍别人 对吧 你是想让别人说你想要的答案 还是你用你的机器去替他说话 这是我们要想的一个问题 为了使同学们更有效地掌握学习的内容 我们剪辑制作了一个 怎样拍纪录片的教学节目 你怎么表现弱势的被害者的 被排斥的这帮人 在这个教学节目的光盘中 我们暂时不谈如何掌握 使用摄像机和剪辑机 而是把重点放在介绍电影的基本要素 以及通过完成作业而掌握纪录片的基本拍摄 第一讲 纪录片的基本元素 我们的同学大多数从事文字工作 为了讲清纪录片的镜头语言 先让我们引进一个比喻来进行对照分析 在我们的文字语言中 有单词和句子 同样在我们纪录片语言中 也有单词和句子 这个纪录片的单词和句子 就是我们所说的镜头 也就是我们从开机到停机 这个拍摄的动作里 捕捉到的生活场景和自然的画面 现在我们来进行一下对接 把我们习惯了的文字的抽象思维 转化成镜头的形象思维 细想一下 这些电影画面和我们语言的关系 我们的语言是由 我们的语言是由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连词 等等 由词汇 组成句子 再由句子 组成段落 再由段落组成文章 而纪录片 也是由一些词汇组成 这些词汇 就是一个一个的镜头 记录片的句子和段落 就是由一个和数个镜头组成 例如 拉弦 火塘 蝉线 大雪中的急流 雪中的山谷 在影像的表达中 这些就是镜头 这些镜头的内在逻辑的连接 就形成了电影语言中的 句子和段落 因为我真的回去 我和我爸在一起 我爸说了一个事情 我就觉得可以变成一个镜头 我弟他们坐二楼 他坐一楼 他说每天晚上 他说我爬不动楼 他说每天晚上 我到门口就数鞋 他说几双鞋 我就知道几个人回来了 然后我们就一个特鞋 一个老人 是吧 每天晚上睡觉 数数鞋 一个孩子的鞋 两个大人的鞋 知道全家回来了 或者只有一个大人的鞋 一个孩子的鞋 知道一双男鞋不在 就知道儿子没回来 这就是我们要去观察 概括起来 这些电影的语言 可以分为 全景 终景 特写 请注意 这里的全景 终景 特写 就是我们要讲的 电影语言的最基本的元素 当我们知道了 当我们知道了电影语言 镜头和文字语言 词汇之间的关系之后 我们就要进一步明白 文字语言和电影语言之间的各自特点 记录就是面对真实 用这样的视觉镜头 表达对生活的深切观察 尤其是呈现生活中那些被遮蔽的经验 记录片的力量 就在这里 我们的同学会问 我们拍摄的这些镜头 怎么拍才算是好的呢 或者说 是正确的呢 下面我们简单的介绍 构图的基本要求 首先画面要正 不能够歪 可以用画面中的地平线 建筑物与桌椅的边缘 检查自己拍摄的画面 是不是正 另外 要把拍摄的主要对象 放在你的视觉中心 这个视觉中心 可以是中间 也可以是画面的 视觉黄金分割线上 要保持摄像机的稳定 不要晃 在可以使用三脚架的场合 尽量的使用三脚架 全景特写的拍摄时间问题 也就是说 这些镜头拍摄多长时间呢 一般的来说 空镜头 全景不少于十秒钟 中景不少于八秒钟 特写不少于六秒钟 往往有些同学 拍摄不到足够的时间 这样就会给后期的边际 带来麻烦 当然 这些只是基本的要求 随着你对电影语言的熟练与把握 可以创造性的使用这些构图 形成自己的美学视觉 刚才不知道同学们注意到没有 我引用了一个空镜头的概念 空镜头就是没有直接记录故事或事件正在发生时期的画面 但他交代了事件发生的地点 地域 时间 或者是当事人的环境 他们的证据 用具 和生活状态 等等 所以空镜头在纪录片中很重要 也是我们学习纪录片的第一课 假如我们用一个概念来讲话的话 我们的文章就逻辑性很强了 那么这个在一个视觉的画面里 线条 色块 形状 空间 就是我们文字中的概念 就是我们思维中的概念 我们用那些概念就可以推理 对不对 那么你在 假如你会用线条 会用那个空间感 会捕捉它的形状 会看到这些 镜像的重叠对应 你就找到了 视觉表达里面的概念 或者有人 他的构图感特别强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用线条来思维的 他是用形状和色块来思维的 他到一个场所 去拍那个外景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用线条 用空间 用形状 用色块 用对比 用那个透视 用这些方式来去构图 好 我们再接着看 看着小峰这一点 一定会发现 他找到了一个空间 看到没有 看到这个空间感 掌握了拍摄空镜头的方法 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拍摄 所有发生在你面前的故事 我来唱一首歌 古老你那首歌 我轻轻轻的唱 我轻轻的唱 你慢慢离合 你慢慢离合 实现 所以当你在现场的时候 你就要根据你的故事 来准备这些零件 就是要多拍一些空镜头 它的全景中景特写 我们在这些空镜头 我们在这里反复的强调了这些空镜头 好 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 我们知道了电影语言的最基本的元素 全景中景特写等等 这些就是我们电影的语言 在电影语言中 除了全景中景特写 这些静止的镜头之外 还有一种运动性的镜头 所谓运动性的镜头 归结起来可分位 推 也就是在一个大场景中 让人们关注其中的一点 也就是交代清楚一个事物所处的环境 表达出假事物和乙事物之间的关联性 交代一个连续场景中的状态 推拉摇移这样的概念 我们还可以进行扩展 或者从上向下摇 或者从左向右摇 移就是摇鼻 związ 移就是摄像机的移动 最常见的如在汽车上拍汽车外的景物 或者你手持摄像机一边移动 一边拍摄 关于推拉摇移的速度问题 这和拍摄现场的故事有关 一个紧张的事情正在发生 你就不能够摇得太慢 推拉摇移都要匀速 而且要坚定 不能够犹豫不决 慢无目的 一般的来说 摇90度的脚用4秒钟 180度的脚用8秒钟 但在摇之前 最好有一个5秒钟的停顿 这叫起伏 然后开始摇 最后停止的画面 也要有一个5秒钟的停顿 这叫落伏 这样一个镜头就完整了 虽然这是一个简单的镜头 一个简单的动作 它也是凝聚了我们高度思想后的记录 不要小看这一个动作 也许它就是历史的标志 总结一下 这一讲 我们讲了怎样把思维的语言 转化为电影的语言 讲了固定镜头 全景 中景和特写 讲了运动镜头 推 拉 摇 移 下面我们就布置作业 这个作业是拍摄 5组 全景 中景 特写 拍摄5组 推 拉 摇 移 用三脚架试一试 再用手持摄像机试一试 体会各自的不同 同时也要注意 摇的速度的快慢 和电影上的一些镜头 我们做一下比较 拍完之后 我们自己检查一下 构图是否正确 画面有没有歪 拍摄的主题 是不是在画面的重要位置 图像走了吗 喜福和乐福留足时间了吗